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晚由Apple跟大家提天氣 一度低壓槽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 帶來有雨的天氣 同時一股清靜至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 正影響中國東南沿岸 今晚多雲有雨 明天氣又是怎樣呢? 交給顛當預測一下 5月明天都是多雲有雨 初時亦有幾陣薄霧 吹清靜偏東風 氣溫介乎18至21度 相對濕度是80至95度 再看看未來幾天的天氣 展望未來幾天天氣都是一般 多雲和有雨落 要到下個星期初天氣才好些 天色較為明朗和黃暖 星期三最高氣溫還上去27度 大家這幾天出街都要帶一把傘防身 現在放眼中華看看華南地區的天氣 澳門、深圳、廣州和東莞都有雨落 四個城市氣溫介乎17至21度 另外四個華南城市的天氣 全部都有雨落 四個城市氣溫介乎15至25度 再北上一點 看看四個主要城市 北京上海多雲 天津天晨、成都有雨 四個城市氣溫介乎10至25度 天氣講到這裡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復活節假期 拜拜